由香港知名导演王晶指导的TVB大制作剧集《一五清城》 目前正在热播当中作为剧集的第一女主角 此次香港知名女星前港姐冠军陈法荣奉献了非常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外界的一致好评 在《一五清城》中陈法荣饰演一名八面玲珑的妈妈生 这也是他入行这么多年首次饰演这类型的角色 剧中陈法荣几乎随时都穿着妩媚画着精致的妆容 完全看不出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 近日陈法荣受邀接受了某传媒采访 在访谈过程中陈法荣谈了去年拍摄《一五清城》 时的各种感受 同时陈法荣还罕见提及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以及平时的个人生活 因此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据陈法荣透露 当年他决定淡出荧幕不再主力拍戏 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 年轻的时候一日三餐不定时 加上为了减肥又经常不吃东西 导致他胃酸倒流的情况特别严重 早些年在内地拍剧的时候 陈法荣就因为胃酸倒流 经常呕吐 甚至还被同剧的演员质问 是不是怀孕了 后来陈法荣主动向经纪人提出少拍剧 只希望接一些比较轻松的商业演出 或者代言工作 去年拍摄《一五清城》的时候 他也曾出现了呕吐的情况 加上天气热 陈法荣在拍剧的时候一度中暑 至于外界最为关心的感情问题 陈法荣在受访中也是做出了正面回应 他表示目前他依旧是单身 并且单身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 虽说今年已经57岁 但是他对爱情还是充满了渴望 甚至直言自己是比较典型的恋爱脑 但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 而去降低自己择偶的标准 只要平时没有太多的工作 陈法荣基本上都会待在家中陪着父亲 他的两个妹妹都已经结婚 有了自己的家庭 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回家 在陈法荣看来 能够安心待在家里 照顾父亲 陪伴父亲 算是他的福气 也是他比较快乐的时光 另外在访问中 陈法荣还爆料 自己已经立好了遗嘱 提前立好遗嘱 是因为受到好友罗慧娟的启发 在多年前 罗慧娟因为患癌症离世 但是在离世前 罗慧娟在笔记本上 将他的葬礼各种名牌包包 以及珠宝首饰的分配 都写得清清楚楚 相反 当年他的母亲离世的时候 就是请律师到医院临时抱佛脚 在大众的印象中 陈法荣当年获得港姐冠军入行之后 演艺事业是发展非常顺利的 凭借初挑的外形 在多部港剧中担当女主角 还被封为短发女神 相比起顺风顺水的演艺事业 陈法荣的感情生活就充满了不少波折 一度令他身心疲惫 从风流才子 泥震 到花花富少许进亨 从青春帅气的杨俊逸 再到虚伪富豪朱鸣 陈法荣情感之路的狗血程度 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下面就让小鱼来为你细细 扒一扒陈法荣曲折蜿蜒的感情之路 其中假富豪变钱事件 绝对是必须挑出来说一说的 话说 当时的陈法荣 可是已经经过了三人失败感情了 看着身边的好姐妹 却一个个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陈法荣可是着急又上火 但就是找不到真正愿意善待自己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个红娘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个好男人 人家还不是一般人 而是富豪大商 他叫朱鸣 根据朱鸣自己的介绍 人家家中的实力可是非同凡响 朱鸣又是粮油生意中的龙头 又是投资行业的大家 同时还会做一些奢侈品行业的交易 单单来看这个朱鸣的外表 除去那油腻肥胖的身材之外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老实 还就是朱鸣身上这几分老实 腼腆成功打动了陈法荣的心 可这时候的他 却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个表面老实的大富豪 实际上只是片钱片色的大富豪 就这样在朋友的介绍下 陈法荣很快就和朱鸣熟落了起来 陈法荣可是一点防备都没有 几轮交流下来 已经把自己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了 甚至还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都展露无遗 陈法荣觉得这是个好男人啊 终于找到了一个知心人 摸完底子之后 朱鸣还三言两语地就套出来了陈法荣的家庭情况 以及他曾经的恋爱经验 这下陈法荣可算是彻底裸露在朱鸣面前了 他明白这个女人只有年岁在不断地增长 但内心却还是像个小女孩一般渴望爱情 他觉得很好把握 还觉得自己谋话已久的事情晚了 很快 陈法荣就带着自己的富商男友到自己家里 父亲虽然觉得嫁给富商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看着女儿满脸的幸福模样 他动容了 当外界问起女儿的感情时 父亲还非常开心地对外界说 这次的女婿很棒 是个会疼人的好男人 可是没过多久 八卦媒体就找上了陈法荣 并且到传播朱鸣和众多女性同时交往 媒体还爆出了不少疑似是 他和女性亲密的照片作为证据 面对这样的风言风语 陈法荣自然是不愿意相信的 他的富豪男友也向他保证自己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不少朋友也纷纷过来关心陈法荣 希望他可以冷静下来 好好调查这个男人的背景 可是陈法荣已经被朱鸣骗得晕头转向了 甚至于朱鸣质问他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陈法荣直接把自己的多年积蓄交给对方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男友的信任 但没曾想到的是朱鸣本来也就没想要他的信任 他一直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钱 在朋友的多次提醒下 陈法荣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 但是这个时候朱鸣已经逃之夭夭 就这样带着陈法荣的所有家产 瞬间咬无音信 陈法荣刚开始还不敢相信 直到朋友帮忙将朱鸣报到警察那里 他们才发现 原来所谓的富豪不过是一个骗子 他甚至已经借着自己假富豪的身份 骗到了好几个女孩了 陈法荣只不过是朱鸣大海中的一个受害者而已 最狗写的是 在陈法荣深陷朱鸣骗局的时候 他还找过陈法荣的朋友们 似乎想要将他们的财产引一并吞下 这就有些类似于先前网上非常盛行的杀猪盘 只针对女性通过一系列包装骗取对方的钱财 这次被骗就算了 那他的前三任感情又是如何走向覆灭的呢 首先就是他的第一任男友了 这位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倪震可是圈内有名的风流才子 在情感中浪荡的他 似乎永远没有一个真心的爱人 要说他的父亲 可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四大才子之倪匡 这位可是在访谈中直言 自己喜欢收集美女的写真集 尤其是喜欢早年的书籍 还因此被不少花边媒体扒出 他曾经和五六个女生一起谈恋爱 可以说是风流成性了 而倪震还真是学到了父亲风流的精髓 不仅拿下了88年的香港小姐李嘉欣 还从乐队王子陈德璋手中夺走了周慧敏 他的情史还远不止这些 但陈法荣就是他下一个猎物 要知道当年的陈法荣 也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当时的他刚刚参加完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 他没想到 这次比赛自己竟然一举拿下冠军 还成为了第一位短发港姐 更是因此名气大增 可别忘了李嘉欣曾经就是作为港姐被倪震看上了 陈法荣也是因此才入了他的眼 于是倪震就开始向陈法荣发出猛烈进攻了 他的才子之名可不是白叫的 人家的情书写的那叫一个感人深情 很快陈法荣就掉入了倪震的计划中 可是这时候的倪震还没有跟周慧敏分开 只不过是因为工作不能经常见面 但是刚刚步入圈子的陈法荣又哪里知道 他不过是沉浸在帅哥的温柔箱里 还傻乎乎地以为这么快就找到了真爱 最令人震惊的是 倪震还完美地伪装了两年 在两个女人之间游走 而不留痕迹 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 周慧敏最终还是知道了陈法荣的存在 这下可就抓马极了 周慧敏直接站出来 表示自己和倪震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甚至马上就要订婚了 但是陈法荣的小三风波可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经过朋友介绍 这位极度绝望的人遇上了一位真富豪 虽然实在看不出许静亨有哪里长得很帅 但他可是素有港姐杀手的美称哦 人家刚好就在陈法荣最心痛的时候 趁虚而入 这次的大手笔可跟之后 那个假富豪完全不一样了 无论是游艇晚宴还是鲜花项链 许静亨送起礼物来可是毫不心疼 这下陈法荣又被这个男人的真情迷倒了 不得不说一句 超能力就是好用 至今如土的许静亨 能得到各路美女的看好实在是有道理的 但是人家老许可不满足于一个美人相伴 他私下里还跟李嘉欣处在爱美关系中 三个人的小船可不是太拥挤了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恋爱之后 陈法荣对面前这个男人直截了当地说了再见 前两人的爱情都比较失败 毕竟又有谁能真的拿下花丛中的男人呢 但是第三任男友就真的非常正常了 正常到普通的水准 这就要说到水月洞天 这部剧了 剧中陈法荣就认识了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小生陈俊逸 他可是武术运动员出身 那身上健硕的肌肉可是引得陈法荣多次脸红 两人剧内剧外的感情都是急速升温的 而这段感情也是他为数不多的良缘了 就说杨俊逸三番四次的从大陆飞到香港 只是为了陈法荣一天 这可是多少男生无法做到的 还有在恋爱期间 陈法荣可是多次因此鸡毛蒜皮的事情跟他吵架 但杨俊逸可是完全不生气 反而转过头来哄他开心 但就是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 在经历三年多的考验之后 也遗憾退场 要说陈法荣的颜值可绝不算是普通 但是四段感情却都遇到了曲折 真是令人想不明白 可是反观他和姐妹的相处 却非常和谐 几个姐妹的关系也非常铁 现前陈法荣还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仍然期待爱情 只是更加谨慎了 不过他的这几段感情看下来 果然还是男人不如姐妹好呀 希望陈法荣真的可以如愿 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吧